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根据尼尔森的调查 他们针对台湾西部25到45岁的男性 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有关脱发的问题 其中有39%的男性有脱发的问题 当中又有30岁以下的男性 有6成都有调发的问题 还有有3成的受访者表示 调发对于他们自尊有相当严重的影响 当然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是大家所希望的 那么在古籍当中有没有护发的秘方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中医护发 很高兴邀请到长庚医院中医部的 陈祥伟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陈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陈医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护发 因为护发跟吊发是一个相对应的问题 那么中医是怎么样看待吊发这个问题呢 中医我们认为头发我们叫做发为血之语 所以它跟我们的气血是有相关的 是 那除此之外呢 它跟我们中医的肾筋是有关系的 有些人脾胃消化吸收比较差一点 那当然他的气血的来源也会比较不够 当然头发只是其中之一 譬如说皮肤也会变得比较干燥 或者是女性的部分 其实月经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关于吊发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从气血 还有这个脾胃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跟中医的肾是有相关的 所以其实我们人体当中 其实很多的脏腑都跟我们的吊发是相关性的 是 那根据你自己在学中医的过程当中 一定念过很多古籍 那以前的古籍的配方当中 有没有很经典的护法方呢 因为像我知道就比较近代的清朝 像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美丽 我就知道她的有很多护肤的方子 那我想她的头发也非常浓密 也肯定有很多护法的方子 对不对 其实有三个方子 那它有不一样的作用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菊花散 那菊花散它最重要的药就是菊花 那菊花我们可以去风热 那针对这个头面部啊 头发的一些热症 我们都可以用菊花散 同时它还有这个让白发变黑的效果 那类似菊花的药呢 像是蔓金子 桑白皮 是 还有白纸 都有这个趋风热的效果 像是川穹这味药呢 有一点不同是 它虽然说不是趋风热的 但是我们一些头面部啊 或者是头发的问题 常常都会加川穹这味药 为什么 因为川穹有营药上行的作用 所以常常一些头面部的问题 都会加川穹这味药 那细腥这一味药也蛮特别的 它还有入圣经的效果 那像我们头发的问题 除了气血不够 圣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 那最后两味药呢 一个是汗莲草 那再一个是测薄液 是 那这两味药都有补血的效果 所以这一味药 它是适合比较干性的发质 还是油性 听起来去风热 应该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发质 是 所以说在这个 比较容易出油的发质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窥见 原来慈禧太后 可能比较容易出油是吗 对 可能也许没有特别的记载 但是我们从药方回去重新推理 大概是偏向于出油型的发质 是 那这是一剂药方 就是适合出油型的托法 那另外呢 您要再介绍的这个 敏头方是怎么个用法呢 就是敏头方这个药材蛮特别的 是 它就是用梳子沾药水 然后来梳头 所以它不用洗 它就是纯粹把药水 梳到头皮上 它就保持那个作用就行了 是的 那它有哪些药材呢 那敏头方的药材 就是跟前面的厨方 一样的是有菊花 是 然后有牙皂 白植 薄荷 金戒 然后姜蝉 霍香 零零香 其实也是类似的作用 那最特别的药材是这个 芽皂 芽皂这个药材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别名 叫做皂夹 皂夹 对 所以我们看到是很像 豆莢的这个嘛 对 那其实在古代呢 它这个药材 也会拿来做肥皂 因为它 这个药材 在煮水之后 它会有泡泡 好特别哦 然后所以一定要晒干之后 煮水它才有泡泡 对 其实这个药材我们都是晒干 然后再去除水 所以它就会有那种清洁的作用 是吗 是的 所以以前的清洁是用药材来做清洁的效益 当然在中药的使用上 它不是这样子用法 但是其实民间有人在用肥皂 就是用这个药材去处理 这个是它除了中药的使用之外 还有另外的功用在 讲到这里 我也有点好奇 就是那它的洁净到底是从哪些药材来的 就是头发不是都会有一些油垢什么什么 要去这些油垢 那哪些药材是可以让头发干净的呢 药材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是 比较偏 风热的是比较会去油 那比较 另外一种叫做风寒的 是 那就比较偏向于这种 比较干燥的类型的头皮 那这一组厨房里面 其实风热跟风寒的药 其实都有 所以它是比较没有偏向于 说前面是头发比较油的 其实这个是比较一般都可以使用的 是 那慈禧太后的头皮蛮特别的 所以洗法药要属于比较油的 但是弄头皮就是用中性的就对 因为洗法已经把这个油脂已经去掉 那如果再酥 就是也再去油 其实会整个让它头皮太干了 是 这样讲也有道理 我想问一下医师 像我们看到这个菊花是黄色的菊花 一般我们譬如说 您说的那个菊花枸杞茶 大部分都是用白色的菊花 那这两个菊花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一样其实都是有清风热 那白菊花它补液的功能比较强一点 所以一个是比较有点补液的效果 那黄菊花我们是比较清风热的效果 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方子都是要用黄色的吗 其实它古书上的记载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情形来调整 那是白菊花或是黄菊花 我们可能按照 就是因人而已 对对对 那这里面我们比较少听到 就是零零香这一味药 那这一味药在台湾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那万一呢 就是不太容易买到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替代的一个药材呢 其实这些药材像是霍香 霍香这个药其实在香包里面有 那另外一个药材叫做配兰 其实在香包里面常常也有 所以它们可以做替换就对 其实可以替代 是 所以这些药材是适合慈禧太后的方子 但是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洗的话 千万就不要把这个方子 因为你可能不是慈禧太后的体质 这只是我们介绍说 古方上原来其实以前的中医 御医呢也很花心思为那些 我们的那些爱美的太后们呢 保养她的头发 是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方子也是慈禧太后会用的 稍待一会儿我为大家介绍 慈禧太后的第三个护法方非常特别 叫法不落方 就代表她应该是很厉害的吧 她这个方其实跟之前的比起来 她的药材法比较简单一点 只有三味药 我们看一下法不落方 它分别是这个肥子 胡桃还有侧薄液 那她把这三味药捣碎 然后再用这个水水浸泡之后来梳头 这很难吧 这个要北方 然后又冬天才能做这个方子的处理吧 对 所以可能替代我们就是用水就可以了啦 那至于这个厨方只有三味药 那其实蛮符合我们一开始提到中医的理论 那像是这个胡桃呢 胡桃可以补肾 然后又可以补脑 那再一个是补血 那像侧薄液这个药 其实就有补血的效果 那接下来这个肥子呢 肥子这个药有贱皮 然后其实在古代呢 还会用来处理这个寄生虫的情形 那当然现在寄生虫的情形 没有像以往那样子 但是贱皮的效果 还是可以用它的这个部分来处理 那比较少用这个药 是可能经过一些时代的流传 那肥子我们现在没有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用南瓜籽来替代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合在一起 贱皮 然后补肾 然后针对这个气血 其实全部的方面都有 等于说脱发的一些问题 全都在这个方子里面 但是当时它也是用来梳头 它也不是洗头 所以其实慈禧太后 有两个梳头的方子就对 是的 很特别 所以它平常洗头之外 不过也可以理解啦 因为古代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天天洗头 他们可能很久才洗一次头 所以头发的保养就可能就靠梳头的方式 那这个是宫廷的秘方 那么民间会怎么用 因为大家想宫廷嘛 第一个方子对我来说菊花散就非常复杂 因为要煮 熬煮这么多药材在一锅 然后变成它水之后再来洗头 这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去 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去使用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为观众朋友介绍的是民间的方子 那意思要介绍的是哪一些民间的方子呢 第一个呢 我们是用这个擦宅粉 其实以前就是在洗碗 也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去油的效果比较强 那男性的偏这种 油性的体质 是比较适合这个方式 那另外呢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叫做测薄液煮水 刚刚磁吸的里面也有一个是测薄的 是的 那测薄液呢 我们大概可以取30克也就是所谓的一两 那加水就是超过这个药材的分量 然后去煮30分钟 放冷了之后再拿来洗头 那其实除了洗头梳头之外 它还可以内服 这个水可以喝啊 不是 我说测薄液这个药材 这个药材也可以喝 理解理解 那第三个呢 这是民间常常会听到 用生姜来抹 其实这个生姜 它会有这个刺激头皮的效果 刺激毛囊 所以也许一开始它用了会长 但是常常是这种比较偏细毛的 那效果其实也有限啦 你说长出来 不会像我们本来毛发这么粗 它是这种细细的 是的 那会不会有些人反而你太刺激它 反而头皮受损它就不长了 有可能因为它刺激性太强了 所以其实比较不建议用下面这个方式啦 那前面两个方式其实 按照情况也是可以考虑试试看的 是所以第一个呢 再提醒是属于油性的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比较中性了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 第二个比较中性 那接下来呢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大家最喜欢的时间就是药膳 要怎么样用药膳呢 帮助我们不要掉发 这道药膳我们叫做促进生法的药膳 其实它的材料就是一些熟地啊 黑豆枸杞还有瘦肉 那我们首先先讲这个黑豆好了 说我们常常中医会用一些颜色 我们叫五色对应五脏嘛 那青翅红白黑对应上这个甘心脾肺肾 所以黑豆呢 黑色是对应肾的啦 它除了补肾之外呢 在一些产后呢 常常也会用黑豆水 来帮助产妇复原 其实也是用这个补肾的效果 那熟地 熟地也是补肾的 其实在 颜色上也是黑的 对黑的 那黑豆熟地都是黑的 我们说都有补肾的效果 那枸杞 枸杞是红的啦 红色我们说偏补血 但是其实枸杞 还有这个补肾的效果 那最后提到这个瘦肉 为什么选瘦肉呢 相对于牛肉啊羊肉 它吃起来会比较容易燥热 那猪肉是比较好消化吸收的 所以它就是一起煮 然后呢 就是八碗水变两碗水 所以其实它是 有点像药的概念咯 它就是药 先煮嘛 然后再跟这个瘦肉一起 是 那两天三天服用一次这样子 那透过补肾啊 补血 然后让消化吸收好一点 来帮助生法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因为医生也讲了 熟地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燥热体质的人 所以观众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这道药膳呢 如果您是比较燥热 或是您不确定 自己的体质是什么 还是让医生来确认一下 然后再看看适不适合 是的 那熟地呢 我们其实叫地黄啦 那像这种比较黑的 我们叫熟地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生地 那生地其实针对比较燥热体质 它就可以啦 所以我们可以换 把熟地换成生地 是的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 不管是磁器的偏方 还是民间的偏方 都有一个是侧薄 那这个侧薄液它是属于 各种吊法的适合 还是它有局限性 侧薄液这个药 其实它有补血 但是它从药的性味上来说 是偏寒性的 比如说男性吊法 常常现在压力又大 就容易熬夜压力 所以其实偏燥热的机会高一点 所以它会适合 其实是它可以补血 但是同时又可以清热 是 所以那种局部发炎 可能就不合适了 局部发炎也可以 也可以 那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是那种 譬如说脂肉性肥书液 那种的吊法也适合吗 侧薄液也可以 因为我们说补血药 如果是温性的 就比较不适合在这种情形 那侧薄液是良性的 所以可以 那您自己在临床上 您自己有没有碰到哪些案例 也是要请您做这个有关调法的治疗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一个病人 大概35岁 是一个工程师 工作压力也大 也晚睡 那有时候就是吃东西 也比较容易吃一些 我们说重口味的 烤的炸的这些东西 它渐渐体质就会变得比较燥热 所以它还有一些 比如说排便也没有那么顺畅 那尤其是头皮更容易出油 那夏天也都比较怕热 流汗很多这种等等 燥热的情形 那这样子的患者 我们大概还是会看一下 它这个舌苔的状况 如果是舌苔比较多的 我们大概会用一些清热的药 然后处理这个脾胃的问题 那如果它舌苔比较少 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些 我们说滋阴 然后清热的药 那就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定 就是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情形 理解 那这是男性的部分 其实现在女性掉发也非常非常多 一些门诊的患者 大概也是二三十岁的女性 常常也因为压力 然后去影响到热菌的周期 那常常头发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大概也会根据头皮 它是比较偏向于干的 或者是出油的状况来调整 偏干的 我们大概是以这种 我们说四五汤之类的 就是补血的药来处理 那如果是偏这种 比较容易出油的 可以类似用六味地黄丸 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 比较燥热的情形 所以临床上你们是用药 那会用针灸的方式吗 也会 也会 那譬如说 增头皮吗 头皮其实局部刺激穴道 也可以增进这个头发的增深 那身上的话 我们大概会有一些 常用的穴道 最常见的头皮的穴道 就是我们两个耳朵 沿线的正中间 我们叫做摆绘 刺激它就对 是的 它是独脉的穴道 那独脉就是从背部到头顶 那热脉就是 从前面的 那这个穴道 针对头发的部分 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忙 是 所以你们头顶就会以摆绘为主 是的 那刚刚您的案例 其实都是压力比较大 对 所以现在人压力大 会引起脱发 那这样的治疗效果 会有显著吗 因为压力如果它不舒缓 其实它长期都是保持这个压力 那掉发情况 应该不太会好转吧 其实压力的部分 我们中医会分成五个系统 我们叫做干心皮肺腎 是 那我们中医的干 其实就是在调控压力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处方 叫做家卫校腰散 那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部分来处理 那当然头发的部分 我们会从气血啊 肾啊 皮 这个部分来考虑 但是如果真的有压力的部分 我们会从中医的干 你可以一起来处理 是 就让它心情舒缓就对 是的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就是让它的那个 根本去舒缓掉 那所以这样子的案例听下来 其实现在人掉发 其实都跟压力比较有关 反而跟 会不会跟食物也挺有关系的 食物也会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 油炸 对 刚刚那个男性的患者 就是偏吃这个油炸 那这个油炸的部分 它会让它体质会变得比较容易燥热 所以像是我们说 食物汤 虽然说可以补血 但是如果它体质变得比较燥热的话 就不适合 就比较不适合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 这里面还挺有学问的 就是一般观众很听一听觉得 这个方式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找医食 不然其实因为 每个人身体的状况 其实是很复杂的 是 那我们回到这个按摩的部分 就是说 您刚刚介绍百慧穴 那身体上还有哪些穴位 去刺激按摩它 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掉发 是 第一个是百慧穴 我们刚刚提过了 是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这个竹山里 竹山里是胃精的穴道 那其实也跟我们这个 气血生化来源是有关系的 是 我们叫做圣纬先天之本 那脾胃后天之本 那 当然这个后天的脾胃 竹山里 我们就是也很重要 那它取的位置呢 是膝盖外侧四个指幅 四个指幅 三寸 三寸的地方 然后距离颈骨上面 外隔一寸 就是一个大拇指的指幅的地方 我们叫做竹山里 是 那里也可以经常按摩它 是的 是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穴道叫做三阴胶 在里面 对 三阴胶是内侧的三条经络的交汇 是 它是皮筋 所以皮胃我们会一起处理 所以其实在身体上的穴道就是 加强它的生化的那个来源就对 对 OK 那最后呢 我们介绍这个穴道 我们叫做永泉穴 是 那永泉 它是圣经的穴道 它在脚底 那脚底其实我们大概在脚趾第二跟第三趾 就是足底有一个outward的地方 那我们往下按会蛮酸脏的感觉 那它补肾气 是 那所以除了说脱法 那其实有一些小朋友我们说要长高 对 我们有用这个泳泉 就是其他补肾的效果 是 医师您刚刚在一开始有讲 就是吊法会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肾嘛 刚刚讲了脚底的泳泉穴 可能就是刺激的肾的部分 那气血的部分呢 其实气血就是跟脾胃有关 那脾胃好 所以就是竹山里跟三阴交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关它的那个 您刚刚有讲了三主人 一个就是精神吗 还燥热 比较燥热的人 对 燥热的那是用哪里 燥热啊 然后如果又压力又晚睡 我们倒是还有另外一个穴道可以建议 叫做泰冲穴 泰冲穴 这个是干净的穴道 干净就是可以处理这个压力的部分 然后它又有清热的效果 所以泰冲这个穴道 如果是工作压力大 然后又晚睡 偏燥热的体质 其实多按摩它 对对 泰冲穴也是蛮建议的 是 我们今天谈到那个吊法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切 因为像我自己每天梳头 也会吊很多 但是其实我不太担心 因为好像又发现它又长出来 所以这是还蛮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吊没有长 那就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的身体上或作息上 可能就出现了 有点混乱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观众朋友的呢 吊法我们大概 如果可以仔细去算 就是一天正常吊法的量 其实是100根 这样子的量 持续都是超过100根 其实就是有问题 比如说夏天 它是这种照热体质的 容易出油 它吊法的量也会多一点 它如果是只有夏天 那其他时候也会好一点 那其实状况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头皮比较干燥的人 常常在秋天的时候也会容易掉发 这也属于正常的 也不是正常 因为它体质上会比较容易这样的倾向 那可以尽早处理 太慢处理其实效果也会没有那么好 是 所以您刚才提醒大家就是 第一个是夏天 油脂分泌旺盛的人 在那个时候特别容易掉发 对 然后第二个是头皮干的人 在秋天容易掉发 所以这两个季节我们发现有异常的话 就要特别警觉就对 对 OK 今天非常感谢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